我們馬上看到唐淇洋、吳賢如妍、亞倫、吳根林 以及抵達我們星光大鬥上拉 而且我們的亞倫 好啦 紅毯第一帥 拿著自拍棒要來跟兩位大美女 稍微又要再繼續直播合照是不是 我們可不可以好好的走紅毯 不要再玩了 你們三個 我已經在催促你們了 沒事 那我先補充一下 中華電線的5G通訊 真的是越來越讚了 現場連線也是低延遲 而且穩定可靠 你看自拍所有的畫面 全部都傳到了世界各地 真的超級棒的 沒錯 難怪他們都愛不釋手 不過Sandy在2016年2019年 就分別一首明星大特杯 和一呼百應 奪下了兩座金鐘 這一次在三十六帖愛上你 跟唐老師和閻雅倫首次搭檔 就雙料入圍了綜藝節目獎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主持功力毋庸置疑 預祝今晚他們三位 能夠順利抽象 馬上來歡迎 三十六帖愛上你的 亞倫唐老師 還有渾身充滿了 幸福泡泡小女人的Sandy 大家好 現在以星座運勢來說 有說天蠍座 然後還有獅子座 這兩個星座 有沒有得獎的運勢呢 我們享受的運勢倒是有了 所以一路過來都非常的享受大家的扶持 希望啦希望 謝謝 好 因為我們三個人會搭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一個奇蹟 所以我覺得奇蹟組合 本來就會遇上奇蹟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上台的時候 一定會好好的把感言講清楚的 好 最後問一下亞倫哥 其實你有非常非常多的身份 演員歌手主持人 再加地質學家 這麼多身份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人 我喜歡的是 綜藝節目主持人 今天是要挑戰紅毯第一帥嗎 沒有挑戰 直接接收 謝謝 他有機會拿下紅毯第一帥嗎 絕對有 因為有金星 今天的主題就是星座 我們直接端星座老師來一起入圍 他現在還有紅藍之星啊 我現在 對對對 因為剛好最近這個有喜事 所以就是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開心 那說不定我們可以一起在台上開心 但是我看到演雅倫穿金色 我就覺得有機會啦 而且他連鞋子都是金色 我跟你講 老師為什麼沒辦法掐直 因為他手上那個戒指太重 今天這套衣服要不要幫我們也介紹一下 畢竟剛剛也引起了轟動 欸 待會我會補資料給你 謝謝 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 我身上這個很厲害的項鍊耳環 還有手環跟戒指 就是Piaget伯爵的 那光是這個戒指 據說就可以買房子囉 是 非常非常謝謝他們 那加上Sandy的話 大概我這邊也可以買一棟 喔 原來如此 那唐老師呢 半棟而已 George Ensign的 所以我發現 謝謝你